小鲁当时租的房子在金鱼关篮时代云地 他说房源信息是在路边的电灯杆上看到的 小鲁当时加了一位新女士的微信 对方带她看了一个单间 月租金620块钱 他说自己平时送外卖下班比较晚 对房间没有很高的要求 只要环境安静能够好好休息就行 这个房间的情况加上价格让她比较满意 小鲁签了为期半年的租赁合同 付给这位新女士600块钱押金和一个月租金 他说新女士后来给他推了一位石先生的微信 说是房东让他每个月把租金转给石先生 到期后石先生会退还押金 去年12月小鲁和石先生又签了两个月的合同 2月3号到期后 他联系石先生退租退押金 小鲁打算接下来去加薪工作 他说自己送外卖会租用电瓶 600块钱能付两个月的租金 所以希望能够尽快拿到这笔钱 记者电话联系了石先生 石先生表示他还在外地 要等到过完云霄节后才能来杭州 到时候检查完房间会联系小鲁退押金 小鲁说自己平时比较忙 房租确实没有交得很及时 基本上会晚10天左右 但也都交了 既然石先生这么说 他会再等等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